身边突然有人吃东西被卡住了 该怎么办 那当然是海姆尼克急救发生 不要小看了海姆尼克急救法 关键的事可以 它真的是归咎明的呀 下面华西医院急诊科的医生 就和匹医一起 来教大家如何正确地开展海姆尼克急救 现在我们跟大家来演示一下 海姆尼克手法 首先这个手法我们是 左手握拳 以我们的拇指和扶口的方向 朝着我们病人的腹部 右手拖住左手的手掌外侧 然后病人的身体前胸 双腿分开 然后现在开始可以做腹部冲击 直到病人的呕吐得以咳出 或者病人失去意识为止 这就是我们正常状态下 普通体型的病人 我们给他做海姆尼克手法的要点 那么如果对于我们一些 体型很肥胖的病人 或者说是孕妇 那么我们给他做海姆尼克手法的话 要点就是 将我们在腹部冲击的点位上 往上移 在我们的胸部给他做一个胸部冲击 那么其他的要点都是一样 今天PC新国卧室 说到了好多优用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了个问题 如果我在不减肥 是不是这种方式对我不小呢 好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